以色列境内有一半以上的面积属于沙漠或半沙漠气候 全年雨量不到30公分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却能生长一种高经济作物 野藻 在旧约生命纪中 曾经提到以色列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 很多人相信这里说的蜜指的就是野藻 野藻树耐旱 也能用含盐分的水灌溉 相当适合沙漠气候 它只有一个主干 生长及结果的地方在顶端 这使得农夫必须使用高空作业车靠近树顶 如果你看这些 这些是树 在两年或三年 就开始变成第一个树 如果你看到另一个树 这些是10岁的树 这些会变成30岁的树 你能看到它们的树 就会增加和增加和增加 每年农夫大约需要对每棵树工作10次左右 而每辆高空作业车 以达到的高度价值15万到30万美金不等 一辆车只能负责500到600棵树 以色列有60万棵野藻树 为此减缓树木生长的速度成为研究人员的重要目标 这里是Aden研究中心 位于靠近加利利湖的约旦河谷 保有各国不同品种的椰枣树 这些种了十几年的椰枣树 从2005年开始 使用一种生物合成的生长延缓剂 使用后的树明显减少了5到6成的生长速度 但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并不受影响 科恩博士教我们选好的野藻 颗粒要大,不能太干 皮肉也不能分离 吃起来口感绵密,纤维不粗 这样的野藻主要外销到欧洲和远东 一公斤可以卖到台币800元以上 长在以色列南部沙漠地区的野藻 7月底就可以采收 北部气温较低 大约在90月间,雨季来临前采收 野藻含有丰富的糖分 还有蛋白质、纤维素和多种微量元素 是许多观光客在以色列避买的伴手礼 还是柔软样吗? 史上操作 小南老 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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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